生命如何 用快乐百度 人生如歌 用梦想吟唱 日子如山 用努力攀登 岁月如戏 用真心演绎 成功如光 用付出采摘 友情如树 用真诚呵护 常恨月满则亏花满则雕 何必太过计较 用坦荡的心 走幸福的路 愿你快乐握在手 好运身边留 幸福相伴走 生肖猴蜀猴人 天生运势很好 他们本身有吉星庇佑 命中会出现许多诸子 来扶植他们 有更好的进行静景 此外 他们的运势 也会提议家人的运势 哪一个家里有蜀猴人 则能共住最分 能够原来省市的家庭 都能在蜀猴人的发动下 富饶起来 天赐吉韵 昆毅子孙都能福多才多 何家欢 生肖兔蜀兔的人 在今晚21时起将会三合开运 明天工作得心应手 在同事们的帮助下 能提前完成公司安排的工作 老板升职加薪 银行卡里面存款也陆续增多 在贵人的指导下 能够非常容易地获得钱财 今后属兔的人将会手头非常宽裕 过上周围人羡慕的生活 生肖马属马的人 着实总体来说 命运运现是比你好的 之无非在他们年轻的时候 由于本人爱玩爱静静 对比打动 已是吃了不少苦 已是说他们的运气都聚集 在后半生了 中年最早 属马人能一马抢先 做什么都能顺遂获胜 很少会碰到妨碍 家中有属马人的 可能你们后期家庭保留缺乏好 然则等属马人步入中年劈头劈脸 家财会逐步变多生肖羊别看属羊人素质温暖 没脾气 犹如是那种干什么都中规中矩的 不有什么突破与惊喜 其实他们极为聪明 而且敢作敢为 他们在事业上很有冲劲 加上本人财气的确很不错 有财神关照 已是他们起论是事业仍是生意都很简单胜利 正财 横财 凡事源源落续的 相对于不是一只平凡的羊生肖羊羊人开朗 快乐 善于交际 富幽默感 有特殊的感受力和敏锐的观察能力 自负但大多才多艺 不善于表达 生活较节俭 不随便慷慨解囊 欲是沉着应变 有一种高超战胜对手的能力 但由于经常因诱惑造成判断失误 而落入别人的圈套 只要不犯贪心 生活就会非常得意 生肖属属属的人天生友好财运 其财运为十二生肖之首 你只要努力把握 经过自己的勤勉努力 终身安泰 由于自己的信心和努力 会使金钱源源而来 你不仅凭借自己的努力 还会受到别人意想不到的帮助 所以你一定特别注意 你自己周围的人际关系 一般说来 属年生的人正财和横财方面都不错 生肖牛21点属牛的人运势将会达到顶峰 即兴六合 明天起 多出去走一走 多结识一些贵人 工作上将会一帆风顺 得到领导的提拔加薪 做事情有始有终 坚定自己的理想和目标 未来收入也会越来越多 日积越累 心满意足的生活自然会到来 生肖舌 生肖舌的人运势极佳 今晚21.8合必户 事事顺心 财运不用说 非常顺利 甚至有发偏财的可能 在贵人说明下 今后做任何事情都会 顺顺利利 财源广进 加上自己 乐观向上 坚持不懈的精神 在事业上也能大获成功